今年12月4号晚上9点半左右 司机杨师傅在西南政法大学附近 搭载了四名乘客前往一处KTV 从车上行车记录仪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车子到达目的地时 几位乘客争着付钱 最终是后排中间的一位女乘客 探身上前用手机支付了这笔车费 前面一个男人他摸了一张背一背的 手机支付买方便不用找钱 他都少了 后面有车三个我都直接开始走了 而就在几位乘客下车后不久 杨师傅查看手机上的零钱余额时 被吓了一大跳 也就是说这位女乘客输入数字19时 初心输入成了1900 足足支付多了100倍的钱 确定无疑之后 杨师傅立马调转车头往回赶 当天晚上杨师傅就向公司汇报了这情况 目前出租公司已经联系上了这位女乘客 正在办理退款的相应手续 未经许自行了